消失的左營舊城西邊的城牆跟城門基座 百年之後再現在世人的眼前了 位在高雄市自住新村的左營舊城 因為軍方執行眷村拆除作業 意外挖出了西門段城牆跟城門基座 目前文化局打算以容積移轉的方式 請國防部協助保存 可以看得到底下 這個部分是城牆的基礎 以下大概是1.8米的城牆的基礎 這是城牆的強身 新建於清代的左營舊城西門段城牆 在日據時期被拆除 高雄市歷史博物館根據史籍與舊地圖 研判自住新村內應該有舊城遺跡 去年國防部要拆除自住新村 文化局便先將遺跡可能所在的 三個接闊指定為占定古蹟 學者在監看拆除作業時 果然有所發現 都是老故事 城牆的部分老故事都會做一些修正 因為它做得很平整 所以原始老故事的心態 在這邊都還有被保存下來 左營舊城是目前台灣明清舊城中 唯一留有完整遺跡的 目前文化局建議以容積移轉的方式 請國防部協助保存 聯合報徐如怡高雄報導